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的作者是James P. Carrs 他在1932年出生 2020年的时候他已经去世 这本书非常重要的 那是1980年代James Carrs 看到大家都在谈Games都在谈Game Theory赛局理论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从一个哲学跟宗教的角度来看 Games 游戏 赛局究竟是什么呢 这刺激了他 写了这样一本书 原来的书名是 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 A Vision of Life as Play and Possibility 中文以为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从游戏和变换 透视人生 在书里面 James Carrs 提到了大自然 大自然最重要的特性 它是一个不可言说的领域 大自然没有自己的身影 它也无话可说 我们体验到大自然的不可言说 是因为它对人类的文化无动于衷 我们之中的大师玩家 几乎无法容忍这种动于衷 实际上我们将大自然的无动于衷 视为一种挑战 一份对抗和斗争的请战术 如果大自然没有办法为我们提供家园 什么也无法给予我们 那么我们就会为自己开辟跟安排一个空间 为了闻名 我们将大自然视为需要被征服的对手 技术发展被我们尊奉为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因为我们得以能够驾驭 变幻莫测的大自然 这种努力的主要形式 是将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 予以聚常化 像任何一位大师玩家一样 我们耐心注意对手行为当中 最细微的蛛石马迹 以此防备任何助其不移 就像猎人在追踪猎物一样 我们学会了模仿大自然的行动 等待着抓住他们的机会 不让他们从我们的手中逃脱 Francis Bacon 英国哲学家 他就说 想要驾驭大自然 必须服从大自然 什么意思呢 透过学习大自然的秘密剧本 我们仿佛也学会了 成为大自然的导演 几乎没有什么 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惊讶的了 我们对抗大自然的斗争 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 在大自然的深处 存在着一种结构 一种秩序 最终可以被人类理解 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结构 决定了事物变化的方式 并且它的本身不受变化的影响 我们说大自然是有规律的 是按照可预测的模式 不断的重复 透过证明某一些事件 根据已知法则重复出现 我们所做的就是解释这些事件 解释是一种论述方式 我们切实说明 为什么事情必须如此 所有用于解释的法则 都是从结论或者是 以序列的终点往前回缩的 在所有解释性的论述当中 都隐含着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像过去事件的结束当中 存在着可被发现的必然性 未来事件当中 也存在可发现的必然性 如果了解了刚开始的事件 还有规范演进的法则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预测 预测不过就是一种提前的解释 由于彻底的规律性 所以大自然本身没有天才 相反的 有的时候人们认为 人类天才最有伟大的发现 是自然秩序的结构 和思维结构之间完美兼容 从而使得完全理解自然成为可能 爱因斯坦他就说 世界永恒的奥秘 就在于他的可理解性 这等于说 大自然确实有自己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和我们的声音 并无二致 因此我们就可以代言 大自然这不可言说的事物了 比起许多逐渐消失和失落的古代文明 这个成就 经常被视为 是现代文明 更为优秀的一个标志 我们的伟大技艺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技术 就在于从表面的偶然和机遇当中 找到了重复的模式 而不太成功的文明 则通过祈求超自然力量的保护 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威胁 但事实证明 诸神的声音 是无知而且虚假的 他们在真相面前 就尽身保持沉默了 我们让诸神沉默 是一种讽刺 我们自诩为不可言说之事物的代言者 将自己的声音 视为自然的声音 逼使自己跳脱自然的范畴 物理和化学谈论大自然是一回事 而物理学和化学成为大自然的表达 造势完全另一回事 美化学家愿意说 化学本身就是化学 因为我们的研说不可能既是化学的 又是关于化学的 如果对一个过程的研说本身 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那么就有一些东西 必须永远对研说者隐藏起来 为了明晰易懂 我们必须宣称 自己可以客观的冷静的 从过程当中抽身而出 对那样的一个对象进行评论 没有任何事物阻碍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讽刺在于 借由这种完全合理的主张 诸神又悄悄地回到 我们和自然斗争当中 我们剥夺了诸神的声音 诸神因而也回来 夺走我们的声音 我们才是超自然的智慧和力量 是自然力量的主宰 只有当我们继续遮蔽自己 不愿意直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事实的时候 前面所讲的这种讽刺 才会被忽视 大自然不允许任何的主宰 Francis Bacon 他的原则有双重含义 如果我们必须要服从命令 那么我们的指挥 只是在服从 而不是真正的指挥 世界不存在非自然的行为 我们没办法对抗大自然 或者是违背大自然 更不要说超越大自然 因此我们愿意为 靠着对自然的清晰观察 可以避免的无知 如今反而将我们 卷回到自然本身 我们以为在自然当中读到的东西 实际上是我们把自己的观念 写进到自然里了 Heisler他的说法是 我们要严谨的记得 我们所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 而是自然暴露在 我们体换方法之下 所呈现的样子 我们现在讨论的 不是普通的无知 不是我们本来可以知 但是未知的 而是本质上的不可理解 没有任何心智能够参透理解的东西 揭开神秘的面纱 意识到我们所有观察 受到了无法逾越的限制 我们又回归到 大自然完美的寂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如此彻底的寂静 无法知道他对什么 为什么保持这样的沉默 我们从这份寂静当中 所学到的是 大自然跟我们能够思考或陈述的人和事物之间的 相议之处 但这份寂静沉默 也具备有一种讽刺 它非但没有让我们感受到 昏昏沉沉 反而为心智的独创性提供了不可或决的条件 藉由直面根本上的不同 大自然成了隐喻的泉源 隐喻是将相似和不相似的事物结合在一起 以至于彼此永远无法成为对方 隐喻讲求一种不可华约的特质 词汇之间对彼此有着无动于衷的冷漠 只有当白昼没有王储 而且确实和王储无关的时候 列音在metaphorical的层次 隐喻的层次 才能够成为白昼国王的储君 这是来自于英国诗人 Jerard Hawkins 他的诗作叫做Winhofer当中 他所用过的隐喻 根本上所有的语言都具有隐喻的特质 因为无论他打算描述什么 他仍然是语言 和他所指涉的事物绝对不同 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拥有列音 说我们只能够拥有列音这个词 是再次假设 我们确确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看到整体 我们可以像大自然一样说话 大自然不可言说的本质 这是语言可能性质所在 我们试图掌握大自然 成为和大自然对抗的大事玩家 实际上是试图摆脱语言束缚的行为 这次拒绝接受大自然为大自然 使我们对于隐喻充而不稳 将大自然变得如此的熟悉 以至于本质上成为我们意愿和言语的延伸 猎人所杀的并不是鹿 而是鹿的隐喻 杀是鹿 并不是对抗大自然 是对抗语言 杀鹿是强加一种始终保持的沉默 杀鹿将不可预测的生命活力 简化为可预测的 无生命物质 将遥远的事物 转变成为熟悉的事物 这是让人不再需要关切它的意志 它的相异多元 挫杂的性质 在物体限制范围内研究的物理学家 教授物理学 而那些对于自己对物体设下限制的人 他们能教授放进到引号里的物理学 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 那就不是物理的规则 而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一份学问知识 那是借由这种方法替大自然说话 这是很特别的思考方式 也用了很特别的语言表述出来 我们休息会儿 动画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造谈数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来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GMSP Cars 他所写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大块文化的新书 在这本书里 Cars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诠释 什么是有限游戏 什么是无限游戏 他说 如果将社会视为一群人 在必然面纱下所做的一切 那我也就应该要将它视为一个有限的游戏 在它的边界内 又包含许多比较小的游戏 一个大型社会会包含各种各样的游戏 尽管它们都是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 因为它们对最终的社会排名是有影响的 学校是一种有限游戏 因为学校对那些获得学位的人授予排名奖项 这些奖项反过来又使得毕业生有资格参加更高级的游戏 例如某些声望很高的学院 然后是某一些专业学校 每个专业领域都有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游戏 以此类推 家庭把自己视为更广泛的有限游戏当中 一个竞争单位 并且训练家庭的成员去争夺社会工人的头衔 像有限游戏一样 一个社会在数量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 它的公民身份被明确的界定 它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 它的过去被奉为事实 在一个社会当中 公民的权利是由进行当中的游戏排名所确定的 一个社会保留着对过去赢家的记忆 记录保存功能对社会秩序非常的重要 大型宽调机构的出现 就是出于验证那个社会公民众多权利所需要的 一个社会的权利是借由在更大的有限游戏当中 战胜其他社会所确立的 它最珍贵的记忆是那些在圣藏当中阵亡的英雄 吞了败仗的英雄 几乎从不被纪念 法国有Forge扶须将军的纪念碑 而Bedon法国陆军将领 却没有这样的纪念碑 美国有林肯的纪念碑 而Jefferson Davis 美国南北战争当中 南方的领袖却没有这样的纪念碑 俄罗斯有列宁的纪念碑 但没有Trosky托洛斯基的纪念碑 一个社会的权利是自我保证而且自我增强的 只有在整个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仍然强大的情况底下 才能够保护公民所获得的奖项 那些希望奖项永久存在的人 就会努力维持整个社会的永久存在 爱国主义以它众多的形式 杀文主义 种族主义 性别主义 民族主义 地方主义等等 成为所有社会游戏当中的一个要素 因为权力本身就具有爱国主义的特质 所以有限游戏玩家的特点 是要寻求扩充权力 增加权力 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 鼓励内部竞争 建立尽可能多的奖项 这是有益处的 因为奖项持有者最有可能会愿意捍卫社会 为了整个社会而对抗竞争对手 不过另外一方面 James Carrs他认为文化是无限游戏 文化没有边界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成为文化的参与者 因为一个社会保持着谨慎的时间限制 他将自己的过去当作是命运 也就是说 他的历史进程介于明确的开始和明确的结束之间 因为文化本身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文化将自己的过去理解为历史 而不是命运 也就是说文化是一段已经开始 但指向着无穷无尽未来的叙事 文化是凡人的事业 他们不屑于保护自己免受意外 他们凭借着远见来生活 他们避开权力快乐悠悠在边界之间 社会是权力的体现 社会是聚场化的 有一个既定的剧本 一旦有偏离剧本的行为 马上就会被明显地看出来 偏离是反社会的 因此在社会当中被各种制裁所禁止 为什么要抵制异常行为 其实很容易理解 如果人们不遵守社会的现行规则 那么许多规则就会改变 有些甚至会被完全取消 这意味着过去的赢家 就不再被仪式性地承认他的头衔的价值 因此这些赢家也失去了权力 就像1917年 俄罗斯革命 共产革命之后 那些原来的俄罗斯贵族王公一样 社会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 是防止他所涵盖的许多游戏规则发生变化 学术认证 行业 职业的执照 教会的神职受任 议会对于官方任命的确认 还有政治领袖的就职典礼 这些程序都是大型社会 允许人们在他的内部有限游戏当中 竞争而所涉及的仪式 然而异常行为是文化的本质 只是尊重剧本单纯重复过去的人 在文化上是被视为不及格 是贫乏的 偏离的性质存在差异 并不是所有和过去的偏离 都具备有文化意义 任何试图以割断过去 使其被遗忘的方式来改变过去的做法 都没有文化意义 更有意义的是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 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 敦促我们对过去的一切 因此也是我们现在的一切来进行新的评价 文化的偏离不会让我们回到过去 而是延续了过去开始但没有完成的事物 另外一方面 社会洗漱要求在未来完全复制已经结束的过去 社会具有永恒必然的元素 而文化则回荡着出乎意料可能性的欢笑 社会是抽象的文化则是具体的 有限游戏可以再次进行 可以无限次的进行 确实游戏赢家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内 赢得某一个游戏的人 但他们投现的有效性取决于那个游戏的可重复性 我们今年早期的美式足球运动的英雄 但如果美式足球运动就只有存续短短十年 我们就不会这样做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由于无限游戏无法结束 因此它也无法重复进行 不可重复性是文化的一个特点 Mozat的最后一首交响曲 Jupiter交响曲 无法再次被谱写 林布朗的自画像也没有办法再被创作 这些都是文化当中无法被重复的独特作品 社会将这些作品作为在各自领域当中取胜者的奖品 加以保存 然而文化不将这些作品视为一场奋斗的结果 而视为一场持续当中奋斗的某一些片刻 这就是文化所代表的奋斗 文化延续了 莫扎特和林布兰 他们透过作品所延续的东西 对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进行或者是独创 或者是理性叛道的塑造 它的独创性可以免于他人的负质 反而激励了他人再创作 正如无限游戏有它的规则 文化则有它的传统 由于无限游戏当中的游戏规则 是自由协商 也是自由改变的 文化传统在被采纳的同时 也就被转型转化了 准确的说 文化本身并不用有某一个传统 文化就是传统 对于一个社会的身份认同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 忽略自己已经忘记社会始终时 一种文化形态 社会的公民必须找到方法 让自己相信 他们特定的边界是被强架在自己身上的 而不是自由选择的 例如个人选择成为美国人是一回事 而选择成为美国 则完全不一样 社会思维容易接受前者 也就是选择成为美国人 但永远不会接受后者 让你自己变成美国 对一个公民群体来说 自我说服的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手段 是拥有财产 实际上拥有一个社会的财产 还有财产如何分配 远不如财产存在这个事实 要来之重要 为了要理解财产的独特动力 我们就回到 有限游戏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赢家所赢得的是一个头衔 头衔是他人承认某人是特定游戏的赢家 我们没有办法自封头衔 头衔是戏剧化的 需要观众来赐予 也需要观众的尊重 全力和头衔相关 因此承认头衔的人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头衔所代表的竞争 不会再次展开 拥有头衔意味着达成了一项协议 就是在特定的游戏当中 竞争永远结束了 因此对于每一个头衔的有效性 它必须是可见的 并且在可见性当中 只向所赢得的那场较量 财产的目的 财产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头衔清楚可见 财产是标志性的 它让别人记得我们 在毋庸置疑的领域当中 获得的胜利战果 这是KARS 他在本书当中 为我们展现有限游戏 和无限游戏 我们身处何方 为何玩游戏 如何进行游戏 KARS 他探索了这些问题 以惊人的观察 梳理出 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 从运动场跟棋盘上的有限游戏 到文化跟宗教当中 他所发现的无限游戏 让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得到启发和改变 这是KARS 非常重要的空险 虽然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时间 这本书有了新的中文译本 这是大块文化刚刚出版的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等会时间 我们再会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